火化的事情 我又想到了便利商店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怎麼又甩鍋 你要不要臉啊 時鐘就講說沒有強迫喔 沒有強迫 你不會早講 然後等到出了人命之後 才跟我講沒有強迫 你在碰到事件的時候 你竟然是這樣子的發言 當詢問陳時鐘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的說法 會真的讓人家很傷心 怎麼會這樣子的反應 他今天是送人一條命 陳時鐘遇到人命就甩鍋 不是一次兩次了 而且他甩鍋甩到 受害者家屬不能接受 你知道陳時鐘甩鍋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嗎 你記不記得超商實聯制 超商實聯制是不是導致 我們有多位便利商店的店員受傷 有被刺死的 有被挖眼的 他說指揮便利商店的人 不需要去做這個事情 搞不好最後我們一堆人 因公犧牲 一堆人受到不撤之災之後 指揮中心甩鍋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尤其憤恨 因為他損傷到的人 人數不多就是可憐辛苦的便利商店店員 但是他所造成的不信任感 跟背棄感 尤其嚴重 你想想看 你是那些超商店員的家人 你的親人 你的親人為了陳時鐘 徹頭徹尾否認的一件事情 而犧牲性命 你怎麼可能覺得值得 但我們去年有訪問過 你可能連他名字都不記得 系指那一位超商店員叫蔡文豪 因為他的名字後來沒有公布出來 他就是阻止一個 這個來這邊的消費者 勸他要戴口罩 結果這一個 不願意戴口罩的人 進進出出之後後來拿刀回來 把蔡文豪給刺死了 你想想看 他的家人在之後聽到陳時鐘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 你覺得他怎麼想 我們去年的訪談 我現在把他的精華版再叫出來 尾翰就跟我一起再看一下吧 那時候我們是一個小台 但是真的很感謝他們的家屬 願意站出來 在被害的家屬立場是很茫然的 因為 譬如說你問政府單位 他也沒有辦法跟你說什麼 超商那邊他也沒有辦法 他會說這是政府的決策 因為這是2020年12月2號 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所下的令 要由該當處所 我有幫你們查出來 要由該當處所的負責人員 去規勸口罩 這個是國家交付給便利商店店員的任務 對 他忠誠地執行 而且認真的做了 結果他被奪去的性命 沒有人出來講話呀 坦白講你有看到陳時鐘道歉 你有看到 莊翰翔都說什麼嗎 陳時鐘講那句話 我以我的立場 會覺得非常的不關他的事 他講那句話 我覺得很受傷 我們家都不能接受啊 我們不能接受說 他怎麼會講說 我沒有一定要 勸導戴口罩 可是你規定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這個不就是你 會不布2020年的新聞稿嗎 對啊 你不是希望就是要勸導戴口罩嗎 是 我很確定他是這樣講 而且 如果你沒有勸導 就是第一個 我是店員 我 我有這個責任 第二個 我是路人 我可以跟店員檢舉 而店員必須要負擔這一個責任去勸導 而且你不要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聽了真的覺得很認真 你說沒有強迫 你請問那一份新聞稿裡面 那份通知裡面 那份發給各個便利商業經營者 每一家店 讓總公司下去要求 有說不好意思沒有強迫嗎 沒有啊 陳時鐘就講說沒有強迫 沒有強迫 你媽媽不會早講 你又等到出了人命之後 誰跟我講沒有強迫 那不然要不要陳時鐘去便利商店 大一般站站看 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因為你下過令了 結果你現在又退縮 那請問以後 我先說一下 我們家完全沒有政治立場 沒有黨派 我們家真的都沒有 可是碰到這個事情 政府的態度跟反應 真的讓我爸爸媽媽 非常的失望跟傷心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要幫弟弟出來發聲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真的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 然後弟弟也不是跟人結怨 他就是碰到一個不認識的人 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卻發生這樣子的事件 然後台灣這個司法 卻或者是政府單位 都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回答 然後 當詢問陳時鐘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的說法 會真的讓人家很傷心 怎麼會這樣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的反應 對 他今天是送了一條命 我剛跟大家糾正一下 因為那個新聞 有一段時間的 之前的報導也不是完全正確 這個發生在桃園龜山 那我們就看到一個性命 就這麼犧牲了 你講這個我記得啦 因為他是被交出去 對 的那個 最後那個路邊的攝影機 有看到他往外走 嗯 然後他被這個行凶的畫面 就沒有看到了 我知道你講這個 對 半夜一個人大夜班 然後對方 不戴口罩不服 然後來回三次 對 我告訴你 這個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他比我還要壯 他的體脂肪率很低 他渾身都是肌肉 因為他是館長的粉 所以他很愛健身 他原來是要當健身教練的 結果現在他的人生跟夢想 就這麼消失了 而陳時中說跟我沒關係 我沒有要求你一定要強迫 我沒有要求你一定要做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知道我這次看到 這個火化的事情 我又想到了便利商店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怎麼又甩鍋 你要不要臉啊 因為你的措施 哎 我跟你講 陳時中如果真的有良心的話 這人根本是因公殉職 他是為了執行衛福部的死命令 最後才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看他比我還要壯 我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很壯哦 但是他因為要執行你的命令 他又不能攻擊一個客人 最後死了 死了之後呢 綠媒有沒有大篇幅報導 我告訴你 一看到是桃園之後聲音就消失了 我們後來還是少數 敢繼續講話的單位 你看這個 這個真的是有功 都是你指揮中心的功 有過或是死人的時候 你馬上就甩鍋 司法過程要走很久 那可是我們只能說 今天提到這件事情 是讓大家想起來 陳時中遇到人命就甩鍋 不是一次兩次了 而且他甩鍋甩到 受害者家屬不能接受 你覺得要我們還能怎麼講 我真的真心覺得他今天甩鍋 甩到這個程度 我沒有辦法解釋 你知道我甚至不能理解 我直接問偉害一個簡單的問題 他為什麼要甩火化這個鍋呢 不就承認說對我們忘記下令了 我們忘記通知大家了 所以好 從今天以後我們發一篇新聞告訴你 新冠肺炎疑慮24小時之內火化 是由政府下令的 為什麼他不做 因為現在 民眾對於24小時內火化這個事情 看起來是有怨氣的 所以呢 這個有怨氣的事情不要算在我頭上 他要選舉啊 所以他對於這種可能這樣不利的事情 他就是 可是我是覺得是沒有用的啦 這個這個經過大家這樣抽四波檢查 想半天也知道 難道是 地方政府要求一定要這樣做 而指揮中心沒有這樣要求 指揮中心還不會去揪舉地方政府 告訴他說我才是指揮中心 你不可以嗎 嗯 過去這兩年多以來多少事情地方政府說要怎樣 指揮中心都講說不行 對不對 那如果地方政府錯了 他過度要求要20小時內就火化了 是地方政府錯了 自己錯誤解讀擴大解釋 或者是自意妄為 你早該出來踩煞車啊 去年就是 你去年就是那個那個例子有出現之後 你講那個這樣子我懂了 因為你講那個官司對不對 他告上去以後去年5月嘛 對 所以去年5月26號才出了一個公文 告訴大家說不用24小時 可是公文出了 還是繼續20小時 到了6月8號 陳忠彥在記者會當中也講說 對對對我們的規定是沒有 但是我們也知道 實務上大家都是24小時 然後呢 and then 從去年6月8號到現在也 今天已經6月6號 又快一年了 你還是沒有阻止全台各地的人這樣做 因為你無法阻止 因為雖然文字上沒有寫24小時 可是他在實質上面 操作上 他就必須要送到殯儀館以後就立刻火化 那個時間還不到 可能12個小時他就燒掉了 6個小時他就燒掉了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就跟大家講文字有機上說 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公文上面沒有寫 沒有意義的 你公文上面沒有寫這件事情 並不代表你早就知道大家都是這麼做 而且實際上也只能這麼做 又不能拉開濕袋 也必須一定趕快燒掉 然後現在大家認為這個事情想要被 被改正了 你就出來講說好 那我決定負起責任 把它改成怎麼樣就好了 你突然講了一句話說 就與我無關 是地方政府自己緊張 那講這種插話這真的是大可不必 沒有 因為不是只有國民黨執政縣市這樣做 全台灣22縣市都是這樣做 包含了桃園 包含了台南 包含了高雄都一樣 那你想是那那這些縣市長跟你那麼熟 都是同樣是民進黨籍的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 怎麼會沒有 早點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你買誤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